我们看看经上为我们介绍的一针庄严 确实什么要紧 经教上告诉我们 妙境是发现神 发现土 只有心性没有设备 就是那个境界里头 永恒不变 这妙境呢 现在我们从华严经 从无量肉经 这先后学习的十几年了 我们虽然是下根 但是几十年没有离开经本 天天在学习 尝试 这种事情都明白了 里根寺都明白了 这在佛法讲 那心结 我们有了 我们相信 不怀疑了 那行政呢 那我们还差了一级 那行政的力量不够 最重要的就是放下 把所有的障碍放下了 同一个身是障碍 自私自利是障碍 明文立扬是障碍 无语六成是障碍 叹诚之慢是障碍 我说这十六个字 至少有三十年了 这个东西不放下 你在佛法里就寸步难行 这个东西通通都放下 怎么样呢 我说得很老实 不说假话 我带你到佛的大门口了 还没进去 为什么 这十六个字 是我说的标准 我能把你带到门口 那进去呢 进去必须要用佛的标准 我的标准不行 佛的标准是什么 放下三界八十八平见后 那这你的事情 要断剑子烦恼啊 先断剑后 然后再断 三界九地八十一平私货 剑丝货统统都断了 你正阿鲁汉库 六道超越六道 这是佛所办的小学 你进了小学了 我都这样 然后再进去 然后再起来 剑头 但是再进去